好,我们那个过年前啊,介绍到抽象主义,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大家可能要在20世纪的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里面了解到立体派的影响啊,就是皮卡索他在立体派里面发生的这个巨大的影响,那个立体派影响下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呃,有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的美术一直把具象的东西拿掉,我不知道大家还印象里面有没有我们提到,人类的艺术史一直在追求具象啊,具象是说,在一张画会, 在一个雕刻里看到一个具体可以辨认的形象,那么到立体派以后,他开始认为,绘画创作并不在于模拟对象,那我想这个当然跟照相机有关系,就是你要画的像,你其实去拍照会更像,所以他开始追求变形,那变形慢慢把形象抽掉,我们叫做抽象啊,所以大概从立体派之后,抽象的倾向非常的强,那到最后在绘画里,你看到就是色彩跟线条还有质感, 你无法辨认这是一棵树,还是这是一个房子,都看不出来了,那我们我记得上次我们最后又讲到蒙德里安,那蒙德里安是在1920年代,大概把抽象主义发展到最,最巅峰的,就是他的画作里面全部水平垂直,色快,全部色快,没,不再有形象,那我想这个运动各位了解到,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八九十年, 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家都是爱艺术的人,而且上了很久的西洋美术史,我们未必可以接受这个观念,就是所谓抽象画的观念,那抽象画的运动其实,虽然有八九十年的历史,它还在慢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通常,我想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习惯,我们去看画的时候,通常还觉得这张画很好,它的标准是像不像的问题, 那抽象主义刚好是颠覆这个问题,那我的意思是说,上美术史跟真正能不能去欣赏抽象画,真的有时候是两回事,那当然不见得说,我上完课了,我立刻我就懂抽象画,我就到美术馆啊,画廊,我就看抽象画,我就会接受,它其实是两个,因为我想我们是在课程里面讲,理念上,我们知道抽象画在做什么,可在个人的美学习惯上,也许我们还是不接受抽象的东西,我们还是比较接受形象的东西, 可是这个流派影响非常大,一直到现在,抽象的运动还在继续推展,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了解,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媒体本身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媒体,所以通常用到的字眼很混乱,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画是抽象画抽象画,可是事实上,比如说我曾经举例,皮卡索从来没有画过抽象画,因为他的画作里面的形象,比如说这个女人在哭,这个女人在笑,他都是有形象的,所以我们的记者常常说,皮卡索在画抽象画, 皮卡索从来没有画过一张抽象画,这是一个名称上的问题,就是在专业名称上,所谓的抽象,一定是把像,形象拿掉了,才叫做抽象画,那如果看不懂的话,不见得都是抽象画,那我们今天比如说,接下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俄国在列宁革命前后,他有一个运动 就是构成主义,构成主义像玛雷维奇这些艺术家,他们事实上是从立体派抽象主义一起发展下来,所以他们的作品基本上,不再有形象的问题,那玛雷维奇很多的作品就是一块红块,红颜色的一个色块,什么东西都没有,形象无法辨认,那这是一个发展,那这个流派影响很大是在建筑方面, 各位可能会发现说,现代建筑,所谓的国际风格,现代建筑,用玻璃帷幕墙,用钢筋水泥,它构造出来的建筑,基本上是一张一张的抽象画,所以我们会想说,抽象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影响很大,主要在建筑,或者是说现代的生活空间,现代的生活空间,因为我们看到建筑过去都有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有飞檐,屋檐这些东西,可是现在建筑就是一个方方, 水平垂直这样的一个格子,所以如果等一下你在影片里可以看到,它会把我们带到1930年代的纽约,纽约开始出现一栋一栋的摩天楼,那些摩天大楼全部是受到抽象主义,从抽象主义一直到构成主义的影响, 他基本上这些人很多是搞建筑的,搞建筑跟搞设计的,所以你会看到蒙德里恩的那一张抽象画,你说我看不懂这张抽象画,不在看什么,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可那张画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一个大楼的立面的整个结构,整个结构出来,所以也许可以了解到,西方20世纪的现代美术,它其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说,你可能到画廊里,你不会欣赏一张抽象画,可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种大楼盖的好漂亮, 可能在南京东路忽然出现一个大楼,他用现代的这种立面的方式,结构出来的大楼,你不会排斥,你会觉得这种大楼好漂亮, 简单,然后很单纯的这个平面跟立面的这个感觉,所以用这个角度去了解抽象主义, 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有时候发生了蛮大的这种影响力,对于空间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等一下也会谈到构成主义里面有一个建筑师塔特林,他后来设计的这个第三国际的纪念塔, 那我要强调说,这些人有很多是搞设计跟工业产品设计跟建筑设计, 所以他跟纯粹过去画画的这个美术运动,其实有一点脱离, 那我想各位也听过一个重要的学校,就Bowhouse,Bowhouse这个学校, 那Bowhouse就是开始把美术回归到点线面,让学生,过去我要画画,我去学素描, 老师第一个教的可能是石膏像,去画一个东西画的很像, 现在不是教你怎么画点,怎么画线,怎么画面, 就是还原到艺术创作的最基本功,基本功就是点线面, 那基本点线面是不是抽象,完全是抽象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东西它很有趣,它非常像中国的书法, 就是我们在学永之八法的那些结构,抽开来就是点线面, 所以我们的书法其实是一种抽象艺术, 可是因为我们的书法又有一个意念在里面, 有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它又不纯粹抽象, 可是书法如果对于西方人来讲, 它认为是抽象艺术,因为它不懂那个字的意思, 所以它就纯粹在心上点啊,线啊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会觉得蛮意外,像过年那个时候, 呃,法国从故宫选了一批作品去展, 里面有绝大部分是颂缘的书法, 那我们觉得这些法国人怎么会懂书法, 可是他其实不要了解意思, 他是从完全从抽象化来看, 所以他们因为有过抽象化的训练, 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欣赏书法,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我们在,我们看书法的时候, 我们在读义士, 一个法国人在看真正书法里的点线面,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懂书法, 我第一次被一个法国人问到, 我气死了,我说你怎么会比我懂书法, 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我会同意他的说法, 因为我在读义士, 意思不是视觉,不是visual, 他说我真正在读, 那我们觉得三点水, 它是一个水, 对他来讲没有水的意义, 就是三个点的关系, 空间里面的三个点的关系, 那就是抽象化的概念, 所以你下次如果看到老外在那边看抽象, 抽象的那个书, 看书法看得摇头摆尾, 你不要轻压, 因为他真的可能在欣赏, 真的在懂, 因为他就是包号学员这套的概念, 就是他们已经懂得纯粹去欣赏造型, 造型上的这个单纯性的东西, 好, 这样的运动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 当然他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讲他基本上在走抽象, 抽象就是抽离, 抽离形象, 基本上是抽离形象, 把形象抽离掉,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很单纯的视觉元素的艺术形态, 那当然有他的难度, 因为对一般人来讲, 我刚刚提到说, 包括在座应该都是对美术很有兴趣的, 可能还是觉得很难进入抽象化的这个领域, 所以就会有另外一个运动去平衡他, 那么这个运动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要讲的, 1920年出来的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是一个运动, 我说它是一个运动, 因为它有真正的领导的人, 然后它有宣言, 它有运动的规则的, 那这个主要的带领的人是法国的一个诗人, 安德伯克洞, 我刚提到说他是一个诗人, 他不是画家, 可是超现实主义的运动, 各位了解一下,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美术运动, 这里面有戏剧家, 有诗人, 有小说家, 有各个领域的人, 那什么叫做超现实主义运动, 那当时伯克洞, 他是一个诗人, 他读了很多佛洛伊德的心理学上的学说, 我们看到佛洛伊德在1900年发表了梦的解析以后, 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发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叫做潜意识, 我们叫做subconsciousness, subconsciousness指的是说, 我们平常, 比如我现在讲课, 各位在抄笔记, 都是在意识的状态里面, 那心理学里面, 他拓宽了一个领域说, 其实有一个领域是比意识的状态还要强大, 叫做潜意识的状态, 那个东西很复杂, 人类在过去都没有探讨过, 那么意思是说, 我可能在跟你们上课, 可是我脑海里面有一个潜意识东西, 跑到另外一个领域去了, 因为心理状态是一个复杂的状态, 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状态, 我们说魂不守舍这样的感觉, 或者是说他的意识状态跟他潜意识在, 就在掩盖在意识底层的这个活动, 其实是比上面这个还要复杂的, 或者说我们很喜欢这个人, 可是表面上我很喜欢这个人跟他聊天, 可是我潜意识里面我可能恨他, 好, 我要讲的是说你自己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是假的, 你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我跟他聊天, 说我很喜欢你, 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恨他, 这个不叫潜意识, 这样可以了解吗, 潜意识说你不知道的, 因为弗洛伊德认为, 其实你不知道你在潜在里面, 你可能恨一个东西, 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结, 他在心理学上用的那个complex, 那个情意结, 我现在有人翻译成情意结, 就是他有很多过去意识状态里面掩盖的东西, 因为什么叫做潜意识, 就是说你在正常的状况里不敢承认的部分,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不一定从精神病理学的东西, 说这是一种病, 他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 比如说弗洛伊德分析, 伊蒂帕斯王, 就这个男孩子, 他是爱母亲的, 那他在潜意识里面有一个爱母亲的情意结, 所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 这个男孩子最后经过很多很多命运的波折, 最后杀了父亲, 然后娶了他妈妈做太太, 形成一个巨大的戏剧上的一个悲剧, 可是弗洛伊德说, 其实每一个男孩子在潜意识当中是爱母亲的, 母亲是情人, 是他第一个情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去人不敢谈的问题, 可是弗洛伊德揭发了这个东西, 说其实我们有很多潜意识, 就是说, 比如说, 那现在我们都在用弗洛伊德这套东西, 为什么一个父亲, 很难接受他的女儿, 他很疼爱的女儿的男朋友, 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婆婆会恨一个媳妇, 这个问题就是从潜意识上去谈, 因为潜意识当中有一个, 在道德伦理上他都不敢承认的东西, 可是潜在里面他有人的本性, 那个东西我们叫subconsciousness, 这个潜意识, 所以弗洛伊德用了很多梦的东西, 他说梦本身是一个你不敢面对的自我, 所以你晚上这个东西会梦出来, 那我们现在讲说, 如果你叙述一个梦给别人听, 你会觉得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 好奇怪,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然后你就叙述给别人听, 好, 有没有了解到梦本身是有形象的, 是有形象, 可是这些形象你还是不懂, 所以我的意思说, 并不是抽象才不懂, 超现实你也可能不懂, 你不太知道为什么超现实的画家,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像达利, 他常常在画里描述一个人的手里面爬出很多的蚂蚁, 那是达利真正的梦, 达利常常跟别人说, 他常常做一个梦, 是他身体里面有一个部分, 一直爬出蚂蚁出来, 那到现在我们都不太能解释说, 达利这个梦在做什么, 手你看得懂, 这是手, 蚂蚁你也看得懂, 可是为什么手里面爬出很多蚂蚁, 你无法解释, 所以各位了解到, 他在处理潜意识的东西, 那个超现实主义认为, 不要去解释潜意识, 也不要解释你的梦, 让梦跟潜意识直接在你的诗里, 戏剧里, 绘画里面直接出来, 因为希腊人演了2000年的Ediplus King,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戏剧当中有一个潜意识, 就叫做恋母情结, Ediplus King Complex这个东西, 那现在他解开了, 所以他说你可能画了一张画, 这张画可能要等很久以后人才会解读, 就有点像一个谜语一样, 像一个谜语, 或者我们到庙里抽的一个签, 那个签告诉你一些事情, 其实很模糊, 很不清楚, 可是你自己会在潜意识里面试图想了解, 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超现实主义比较重视象征, Symbol, 一个象征的东西, 你就把那个东西把它处理出来, 所以像超现实的画, 常常产生一种梦境的感觉, 梦境的感觉, 我想我们现在多多少少, 可能都受到一点点心理学的影响, 我想作为一个现代人,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通过的一关, 其实真的是心理学, 那像学生里面比较, 比较对自己有感兴趣, 对创作有兴趣, 大概都在读一点心理学的东西, 而且心理学现在也从佛罗伊德发展到容格已经更多了, 就是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会发现说它有很多的像钥匙一样, 帮你打开很多自己过去, 不太了解自己的行为上的一些状态, 可是现在心理学即使这么发达, 还是不敢意图说一定可以把人的行为完全做解释, 因为有些行为你还是无法解释, 还是无法解释, 我们不太能够知道, 为什么比如说上次电视上拍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 那她已经被抓到很多次, 每次她都在超商里面去拿一瓶养乐多, 那这是一个偷窃, 可是你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她也不是缺钱, 可是她就是要做这个行为, 那当然这个行为, 这种类似的行为, 我们在座每一个身上都有一些东西, 只是我们可能不一定面对它, 可是如果你读了一点心理学, 你开始觉得行为是一个很奇怪, 人类的行为学在整个成长的过程, 甚至有人认为是在基因当中, 它就存在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忧郁症是什么, 或者是反骨的躁郁症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比如说有些人不断地重复自杀的, 他不见得碰到事件, 说他不快乐, 他不见得, 他就是重复做这件行为的, 那这些都是在超现实主义非常感兴趣, 他们认为他们的绘画开始要进入这个领域, 去描述人过去不敢面对的, 不知道的, 不了解的东西, 而在绘画里去做传达, 所以我们可以说超现实主义, 处理了很多属于梦的, 或者属于超现实潜意识的这种空间的这个领域, 那么他也真正把20世纪人类的那个精神状态, 开始在画面里做了很多的描写, 可是他比较倾向于, 刚才我们讲心理学, 或者比较形象于新的描述, 一个心灵的精神状态的这个描述, 那当然同一个时间就会有另外一个对物的描述,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东西有一点对立开来了, 那这个部分跟俄国有关, 俄国在发展出构成主义以后, 练营1917年革命成功了, 成功以后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就认为艺术要直接关心社会生活, 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这种写实主义的东西, 那跟超现实主义去描写新, 他们是描写物质, 一个真正实际的一个状态, 所以等一下影片里面会介绍, 当时纽约请了一个墨西哥的画家, 那墨西哥的画家叫李维拉, 那李维拉他当时就是比较受共产主义的影响, 他就认为绘画应该直接去做社会改革运动, 是让穷人能够知道他自己被压迫或者剥削的一个状态, 这是对于很外在的社会现象的描写, 所以绘画就分成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就是完全走社会批判的, 写实主义的, 包括苏联, 包括中国, 中国大陆, 后来都是像文革的时候, 你画你不可能是画梦, 一个画家画梦, 你一定下放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西欧, 美国就开始发展出超现实主义, 真正关心人的心灵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说这些画派都是重要的, 因为人类的外在生活需要改革, 心灵也需要改革, 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可是在不同的条件里面, 它发展出不同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超现实, 因为超现实后来影响很大, 也是我认为大概在20世纪里面, 其实可能在各个领域的艺术当中影响最大的, 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对这个流派多做一点了解, 比如说在电影上, 现在很多人用到超现实主义, 那很有名的一个导演, 西班牙的布牛尔, 布尼尔, 那他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导演, 布牛尔, 他的影片应该现在台湾蛮容易弄到, 布牛尔跟达利就曾经, 他们两个大概25岁的时候, 合拍了一个电影叫安达鲁之犬, 成为世界第一部的超现实短片, 就是两个人各自叙述自己的梦, 两个人去拍了一部短片, 就是讲梦的这个经验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 现在在艺术上常常做这种练习, 比如在艺术的课程会请学生谈他们的梦, 那每个人讲他自己的梦, 可是你会发现学生有时候在讲梦的过程当中会做假, 因为梦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回想梦的时候, 然后梦在醒来的那一刹那, 自动会过滤一些东西, 比如最恐怖的, 或者是自己最不敢面对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梦里面有些东西你想不起来了, 那佛罗伊德认为人在做梦的时候都很害怕, 因为那个真正的自我出现了, 所以那个最污秽的, 最淫荡的, 最暴力的我, 还是会被过滤掉, 你还是看不到你自己那个部分, 可是那个东西是存在的, 所以等到梦醒来的时候, 叙述给别人听的梦, 它又过滤了一部分, 所以那当然超现实主义的运动, 就在宣言里面认为说, 在艺术上尽量把这个梦直接展露, 因为他认为那里面有人的本性, 就是佛罗伊德讲的那个原我, 那个真正的这个原我, 那我们平常, 我们在交谈, 我们现在在面对面是super ego, 是超我在面对面, 所以你看到我最好的部分, 我看到你最好的部分, 可是你的最坏的部分, 跟我的最坏的部分, 我们都没有见面, 我们各自在梦里面在映像, 那就是潜意识, 潜意识, 可超现实主义认为, 不一定要认为那是最坏, 因为那是人的本性, 那其实应该了解那个部分, 所以应该去挖掘那个部分, 呈现那个部分, 使人的super ego, 跟这个原我, 超我跟本我, 能够见面,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一个最圣洁的我, 跟最沉沦的我, 彼此可以对话, 才是一个最健康的状况, 其实现在心理学也都认为, 大部分精神上发生问题, 是因为他的圣洁的我, 跟成人的我, 彼此不能面对面, 所以他会变成分裂, 分裂状态, 反而这两个可以见面的时候, 他是健康的状态, 所以我们大概在这样的情景里, 看到超现实主义运动, 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 他牵涉到整个二十世纪人类, 另外一个新的精神领域的状态, 同时对人的价值, 有了不同的界定, 过去认为人, 一定是一个样子, 那么才是健康跟完整的, 现在可能认为人很多元, 人有非常多元, 我们听到很多奇怪的故事, 比如说, 在过去说一个大学里面, 一个女孩子每天早上起来, 嘴巴都觉得臭臭, 身上脏脏, 她不晓她自己在做什么事, 那后来她就跟她的朋友讲,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发生在我读中学的这个时候, 台湾发生的事情, 那他们同学晚上就看她, 她原来梦游, 她会跑到墓地去挖那个土, 然后去啃尸体, 那这件事情, 当时大家没有经验, 就告诉她, 这个女孩会来自杀了,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行为, 非常奇怪, 就是在人类的行为学上, 有些东西你完全不能够解释的, 那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那我想就是超现实主义一直想要去处理这个部分, 一直想处理, 人类自己还不了解的那个广大的心理领域的那种, 非常诡异而神奇的那个领域的东西, 所以她其实不是医学的治疗, 她是用绘画的方法或文学的方法去描述这个领域, 而让大家对人性的空间有更多层次的这个理解,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在电影也好, 戏剧也好, 我想台湾现在戏剧有很多都在弄超现实剧场, 很多心理剧场的这些部分都都在做, 甚至现在其实在心理学界蛮刻意要把戏剧跟心理学结合在一起, 很多人在心理在戏剧当中会试图解放自己, 就是角色调换, 比如说他平常很压抑的那个几乎要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可是他去演戏他好了, 因为那个角色刚好是他压抑的角色, 他就去用那个角色去抒发了, 潜意识在戏剧当中转换, 所以这些人在戏剧里面能力很强, 戏剧里面非常的强, 所以特别我们会发现他认为就是在整个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宣言里都认为, 平常特别被压抑的潜意识在创作当中是特别强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解释了从米盖朗基罗一直到反骨, 为什么这些人创作力这么强, 因为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病患, 反骨是更明显的, 而因为他们的精神上的某一种压抑, 所以他转到创作的时候他是特别强的, 所以就打破了过去认为所谓正常跟不正常的这个问题, 正常或不正常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对超现实主义多做一点了解, 因为他对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已经发生蛮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在整个社会的媒体上介绍, 或者比较健康的面对的比较少, 所以你都会感觉到台湾其实这方面没有一个正面, 包括家人朋友对这些东西很不了解, 非常不了解, 所以常常就容易用一个很传统的方法, 比如说风子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 可是在现代心理学里面认为,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有潜意识跟意识状态之间的这个流动性的这种关系, 他反而可能是更健全的一个状态,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希望在画面里面来看一下, 那当然达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超现实话, 还有米罗, 我们看到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人, 很奇怪, 西班牙人好像特别有超现实倾向, 那不管在电影这, 那我想这里面因为超现, 西班牙的生命力很强, 然后他们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国家, 好, 天主教国家就表示说他们接受一套圣洁的道德跟伦理, 反正是越圣洁的地方, 潜意识是越强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皮卡索也是, 我们看到皮卡索他早年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所以当他第一次婚变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能面对他自己, 他觉得好堕落, 好败坏, 所以其实是分裂的, 所以西班牙的这个传统跟他一样, 我想我们的文化里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问题, 你看《红楼梦》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产生分裂性, 产生他的分裂性, 因为传统越强, 伦理越强, 道德越强, 他的潜意识的禁忌跟掩盖是越强, 是越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超现实本身就在西班牙这种比较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面, 特别被引发出来, 特别被引发出来各种不同, 当然他们有性质的不同, 达利的梦常常是噩梦, 战争荒原, 很多的文明忽然变成废墟, 米罗的梦是一个比较美丽的梦, 常常是儿童的一种幻想, 所以梦也有不同的情境, 我想每一个人在座的梦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在梦里面充满焦虑跟恐惧, 有些人梦比较喜悦, 比较开心跟喜悦, 有些人梦单纯到, 每天梦到就是股票在涨之类的, 那都是比较单纯的梦, 有些梦是很复杂的, 复杂到他自己都无法解答, 因为佛洛伊德说越复杂的人越会在梦里面伪装自己, 所以他会一层层伪装的, 那当然对佛洛伊德来讲, 他希望碰到这种病人, 他觉得非常有趣, 他觉得梦会一层一层伪装, 那你必须很小心知道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梦本身底下掩盖的事实, 大概又是什么东西, 那绘画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精彩的画家, 他是复杂的, 他整个内心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是复杂, 他自己都不太知道, 他透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想大家就可以用超现实主义去阅读很多的东西, 当然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大, 像南美现在很流行的魔幻写实小说, 像马奎斯, 绝对是超现实的, 所谓的魔幻写实就是看起来是魔幻, 可是事实上它是写实, 就大家去读奉神榜, 奉神榜是一个荒诞不惊的神话, 可是奉神榜里面有非常写实的东西, 讲政治的恐惧, 讲所有的这种人跟人的残杀的东西, 它是掩盖在神话里面来讲, 神话本身是一种超现实, 比如人类一直有一个飞起来的愿望, 每一个明珠就产生很多飞的神话, 关于飞起来的, Icarus, 我们的嫦娥奔月, 就产生很多飞的愿望, 因为达不到的东西就会在神话里面, 变成潜意识的东西去转换, 所以, 艺术变成了另外一种疏解, 一种梦境的这个书解,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想超现实的这个影响, 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那我想今天如果时间够, 我们会继续谈到1937年, 皮卡索画的Genica, 然后谈到二次世界大战, 整个欧洲非常惨, 因为超现实主义忽然出现了一个, 压迫他的霸主, 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觉得这些画家简直乱搞, 弄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 所以开始抓这些画家, 把他们全部关到监狱当中, 或者送到集中营当中, 所以这些艺术家就开始逃亡, 开始逃亡, 可是希特勒本身是一个有趣的超现实状况, 一个, 我们看到一个本来想读美术, 没有考取美术学院, 最后变成一个强人, 那他的精神状况, 现在很多人写书在探讨希特勒, 希特勒本身是分裂的, 他的那个属于绝对权威的, 政治权力的野心家的那个部分, 跟他内在极其脆弱的那个部分, 他是冲突的东西, 所以那么就构成了整个超现实主义, 在欧洲的被迫害, 然后这些艺术家开始离开, 开始逃亡, 那到战后的时候就变成美国取而代之, 所以西洋美术史一直讲到现在, 美国一直没有出现过, 一直太年轻, 我们都在讲欧洲, 从希腊一直讲, 都还在讲欧洲, 那也许今天我们会碰到一点美国, 或者至少下一次, 最后两次几乎我们看到西洋美术史的重点, 终于跨过了大西洋到了纽约, 纽约成为世界美术的重镇, 那他真正的这个起来是在二十世界大战以后, 那为什么纽约起来了, 当然我们刚刚讲, 希特勒迫害艺术家的时候, 大部分艺术家逃亡的地方都是美国, 所以在二十世界大战以后, 大概1950到60吧, 1945年大战结束嘛, 你看到美国的很多艺术家非常非常精彩, 崛起, 可是艺术家你再追踪一下, 他们都是移民, 都是从欧洲移民来的, 都是移民来的, 所以美国在战后捡到一个便宜, 就是得到了最精彩的欧洲的精英文化, 像爱因斯坦也到美国, 对不对, 那爱因斯坦当然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所以他被迫害, 所以他跑到美国, 那斯特勒斯基到美国去, 所有的音乐家这些人全部都到美国去了, 所以美国在整个战后, 形成了一个文化的非常繁盛的这个状况, 可基本上我希望大家掌握住, 刚才讲的抽象跟超线史这样的两个路线, 就是西方的美术史在二十世纪发展出两个不同的路线, 一个是关心视觉visual看到的形象的这个问题, 本质的元素的问题, 还有一个关心艺术跟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就是超线史主义比较关心人生, 那抽象主义比较关心造型, 它变成两条路, 两条路, 当然中间有些艺术家中间是会同时跨越的, 可是基本上它变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当中, 好, 我们用录影带来, 这是1917年的列宁革命的演讲的纪录片, 我想它要跟大家大概叙述一下, 在俄国发生的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想台湾因为它过去对于共产主义完全不做介绍, 因为共产就等于共匪, 所以文化上没有讨论, 所以我记得我在70年代到巴黎读书的时候, 最辛苦的就这一段, 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 不管我们赞不赞成它, 可是它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 各位知道说, 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阶级革命, 工人农民起来对于贵族的一个抗争, 那么社会主义第一次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个地方成功, 那其实吸引了当时欧洲最优秀的一批人去, 像跳舞的邓肯, 写文学的记得, 全部都跑到俄国去,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 这一次俄国发生的这个革命影响有多大, 所以在今天, 我想台湾它整个文化比较开放, 所以我们大概比较可以面对那个时期的俄国, 俄国当时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一批人, 不管在舞蹈, 音乐, 绘画上几乎都是权威主义, 因为最主要因为他们想试验一个人类的新的乌托邦, 一个新的乌托邦文化, 就他们在幻想未来的人不再有贫富的差别, 然后大家都是彼此有爱的, 不会彼此剥削跟残害的, 当然这是其实没有做到的一件事, 可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相信, 所以在这种相信的状况里, 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当时的艺术家, 他们去做了一些非常看起来像梦想一样的事情, 这里他提出了乌托邦, 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学里面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他原文叫做Utopia, 我们现在把它Utopia翻译成乌托邦, 就是一个理想国的意思, 人类一直有一个理想国的梦图, 有点像桃园鸣写的桃花园吧, 就他相信有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人类好像没有疾病, 然后彼此互爱, 然后不会有贫富的悬殊, 没有阶级那样的世界, 所以在这段时期里面, 经由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宣传, 在俄国竟然有一批人相信, 所以各位看到后面的这些全是他们画的海报, 所以他们当时很希望用海报去宣扬一个, 对于乌托邦的理念跟信仰, 然后去帮助农民, 去帮助工人, 去对抗当时非常腐败的俄国的撒谎, 这个皇帝, 要打败这些贵族, 让农民跟工人可以解放, 所以这些艺术家在当时的这个梦想当中,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当然今天很多人嘲笑他们, 说他们根本被骗了, 因为等到列宁革命成功以后, 史大林执政, 这些艺术家就被抓起来, 关到监牢去了, 可是我想这些艺术家本身, 如果再活一次, 也许他们还是愿意用这样的梦想来活, 因为人类很奇怪, 人类在梦想当中会相信, 他的艺术可以达到一个过去人类没有达到的高度,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叫做构成主义的这个流派, 其实是跟俄国大革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他们重要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 现在的世界是不好的, 因为有钱人太有钱, 穷人太穷, 然后所谓的艺术挂在博物馆, 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 比如用他们的理论来讲, 你会想说, 澎湖某些离岛的农民, 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看故宫博物院, 或者一辈子都没有想到他可以进到国家剧院, 或者国家音乐机器听去听音乐会,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 艺术是不是应该公平, 艺术是不是应该是全人类的共有的财产, 所以这个时候艺术家要求艺术能够是大家都能够享有的, 所以这些艺术家本身就常常下乡去, 其实这些艺术家很多是贵族, 他们自己觉得有罪恶, 他们觉得他们占有最大的利益跟资源, 所以他们愿意到乡下去为农民做一些艺术的东西, 所以是这样子的东西去让他们觉得他们要去改造一个新的社会, 在这里提到说, 他们甚至反对博物馆, 反对画廊, 就是我刚刚提到说, 博物馆到底服务于谁, 故宫博物院到底是哪些人在看画, 那他们说俄国的那些农民每天被他们的主人鞭打在土地里面, 像牛马一样的劳动, 他们哪一天才有机会到博物馆去看画, 所以他们开始怀疑说所谓的艺术, 其实只是富有人的一个, 一种享乐主义的东西, 那所谓的国家剧院每天晚上这么多人在看戏,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有机会去看这个, 或者说这个人口本身在2100万人里面可能只是某几个人一直在重复的看, 可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进去过那里, 所以他们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开始自己本身去处理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这些题材, 他们希望把艺术带到改革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去。 所以他这里提出了一个字眼, 就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他在这里用的原文是布什瓦, 就是布尔乔亚, 那布尔乔亚是马克思当时认为, 这个阶层本身变成了权力结构, 变成了财富的占有阶级, 而他们在压迫农民跟工人, 所以布尔乔亚这个字就相对于马克思提出来的无产阶级, 就是没有财产的, 那么在土地当中被劳动去剥削的这一群人, 所以他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革命, 把中产阶级的艺术划分为一种堕落的艺术, 败坏的艺术, 一种自私的艺术, 而希望能够把艺术带领到全人类都可以共同公平的享有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在影片里面介绍了很多的海报, 我刚刚提到说他鼓吹革命, 他们认为艺术家画画很重要一点是鼓吹革命, 去推动整个的社会的改革, 文化的改革, 艺术的改革, 那么有意的去跟当时的皇帝贵族资产阶级的艺术, 划分界限, 不要再走他们的路, 认为那是一个腐败的艺术的形态, 像当时的电影, 那个艾森斯坦的电影非常有名, 那拍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的影片, 然后他们做很多的手册去推动群众示威运动, 我想大家也可以了解台湾大概在70年代, 很多艺术家参与社会运动, 大概台湾那个时候很多街头运动里面, 里面都有好多次搞艺术的, 搞小剧场运动, 现在比较没有了, 可是那段时间因为大家认为台湾应该要进行一个社会改革, 所以很多人都参与在当中, 有点像俄国, 可是俄国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艺术家参与社会改革的, 这个运动。 好, 你看他们做非常疯狂的事, 他们去画火车, 这是一列火车, 然后画家就去画火车, 为什么画火车? 因为他认为我画的画挂在博物馆里面, 就给那些有钱人看, 我要去画一个火车, 这火车经过整个俄罗斯的原野, 所有的农民都看到了, 所以他们就去画火车, 火车里面去画那些贵族怎么去虐待农民的景象, 所以这里面很明显他们把艺术变成一个推广革命, 口号的一个手段, 推展革命手段的一种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 都是当时俄国这种充满理想, 或者充满梦想的艺术家, 他们所做的一个, 对乌托邦理想达成之前的这种画作, 这个影响非常大, 我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 它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武士运动以后, 就是后来像毛泽东的他们这一群人, 全部都是受到这个影响, 开始进行革命, 所以当时中国一批优秀的艺术家, 也全部都跑到延安去了, 最好的小说家, 最好的画家, 最好的搞戏剧的人, 全部跑到延安, 所以其实, 据说那个梦想是很迷人的, 然后艺术家本来就有一种, 很有改革社会的那种热情在里面, 所以很容易被, 可以说被利用, 其实在某一部分, 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后来的下场都蛮惨的, 可是当时他们的确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这些塔特林啊, 罗天科啊, 马勒维奇啊, 这些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非常年轻, 他们大概都是去过欧洲的, 去过法国, 他们也都希望用法国西欧的东西来进行俄国的改革, 因为俄国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然后是欧洲最落后的一个文化, 所以他们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 大概像孙中山当时回中国要革命一样, 就开始努力的投身于这个文化的改革运动, 你看到他们当时做的海报, 其实很受比卡索的立体派的影响, 因为他把人物的造型简化成一些, 有点像几何的这种规格, 所以我特别要提到说, 立体派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1914, 1917这段时间, 俄国的构成主义, 其实是这些年轻艺术家, 俄国艺术家到了法国, 受到比卡索的这个立体派影响以后, 回国再进行的一个改革, 他们很重要一个是女性的改革, 女性运动, 因为各位大概知道, 俄国是女性地位非常非常低的, 各位如果去读那个高尔基, 俄国的小说家高尔基写的母亲, 那个女性在当时可以被男性随便去用马靴去踩去打的, 就是他女性地位非常低, 所以当时优秀的这种俄国知识分子, 就进行女性的改革, 那也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一些女性艺术家, 那设计未来的女性的服装啊, 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他们标榜女性跟男性的平等, 这种这种照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当时俄国的旧社会里面是简直不可能的, 就有点像邱锦, 当时跟同盟会的这些男会员之间可以这么平等, 因为这些人都是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那你可以想想看, 当时在中国大部分的女性根本连吃饭都不能跟男人在同一个桌上吃饭的,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改革, 就是俄国跟中国都是特别落后的文化在当时, 所以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特别希望进行一个社会的改革的一个推动, 那这些男性的知识分子也帮助女性建立起他们的自信, 你看他们设计了将来的女性穿的服装, 可是大家蛮不好看的, 所以后来也没有人穿, 就他们认为女性解放之后, 要穿一种很健康的服装, 然后你看到构成主义, 我们讲的构成派, 构成主义, 他们就开始用立体派的观点去做他们的展览海报, 所以非常的现代化, 非常的现代, 其实慢慢越来越抽象, 往抽象发展, 他们设计出最早的这种现代建筑, 而这些现代建筑并不是为了玩形式出来的, 是他们很奇怪, 他们当时想说工人从来没有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好像都是给一些知识分子在读, 可是工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受教育, 都根本是文盲, 所以他们希望将来有一些乡下的图书馆, 是给工人去读书的, 所以他们就设计了很简单的这种建筑的造型, 然后它变成现代建筑最早的开始, 好, 各位看看这种椅子, 现在都是最前卫的家具, 对不对, 当时他们要给工人做俱乐部的, 他们认为工人应该做一把椅子, 这个椅子不要是那种巴洛克的, 那种什么古代的布尔乔亚阶级做的椅子, 要很单纯, 可结果现在变成可能我们在Joyce看到那个最贵的现代家具, 所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计运动, 一种新的设计运动, 一种新的家具设计的概念, 然后他们也设计剧场, 戏剧院, 他们认为戏剧过去都是给贵族看的, 那现在他们设计一些很简单的剧场, 这些剧场不收门票, 让农民跟工人可以来看, 所以整个是一个大运动,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了解到, 这个流派其实不完全是艺术流派, 它是一个社会运动, 然后他们很排斥, 艺术家还用过去的观念去画画跟做雕塑,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画跟雕塑, 也只有那些有钱人去买, 然后去看, 所以他们觉得要做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可以进入生活的, 比如说陶瓷, 因为农民跟工人都要吃饭, 那放面包装汤的这些盘子, 他们就在上面开始去制作陶瓷器,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农民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生活的这个领域, 有没有看到他们画的瓷盘里面有这个斧头跟镰刀, 就是工农革命的标志, 工农革命的标志, 他们做了很多这种东西, 就是我可以这样举例, 就是如果他们今天在台湾, 他们可能就跑到工厂去做, 替工人去设计这种什么他们吃饭用的盘子啊, 或者这一类东西, 就是其实我刚刚讲说这是一个梦想, 而我特别要强调说, 这些艺术家几乎出身都是贵族, 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作为贵族很可耻, 因为当时的俄国的贵族是非常剥削农民的, 我想各位可以读一个俄国小说家果格里写的一本小说叫死灵魂, 死灵魂是指当时俄国土地上有一种叫做农奴, 就是好, 比如说我有一块土地, 这个土地上有五百个农奴, 那如果今天我穷了, 我要把土地卖掉, 我卖的时候这五百个农奴是负责的, 它是赠品, 因为他们不能够, 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就是永远属于土地, 谁拥有这个土地就拥有这五百个农奴, 那果格里就写到这个死灵魂的意思就指, 这些农奴是死的, 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生命, 那他永远, 他的主人要把他杀掉, 也不犯法律上的罪的, 因为他们存在没有意义, 他们就是一个农奴, 只是一个你劳动的工具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 那到了英国法国留学的这些知识分子, 回到俄国, 当然觉得很可耻, 因为欧洲已经都革命了, 已经有人权的思想了, 那俄国还有农奴,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非常的惭愧, 各位知道托尔斯泰后来, 因为托尔斯泰本身是伯爵, 他的土地上有两千多个农奴, 所以他最后就让那些农奴全部变成自由民, 然后他自己就穿了破破烂烂去流浪去了, 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很罪恶, 所以我要讲这个背景, 说大家了解到俄国的这个革命, 本身是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跟贵族, 对自己的革命,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作为贵族的可耻, 他们占有财富的可耻, 所以他们反而去帮助这些最被压迫的人去进行革命, 你看他们还为这些工人设计咖啡杯喝咖啡的杯子, 我刚才要特别讲说, 当时他们认为说我设计一个杯子, 不要那么花哨, 不要像那种贵族用的杯子, 结果这些杯子全部变成现代工业产品最早的设计, 他很像我们现在在咖啡店里面喝到的用的这些杯子,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说, 这个流派其实大部分讲起来不是画家, 他们其实很多是设计师, 你看这种咖啡壶, 这是够现代的, 以当时来讲, 这么现代的咖啡壶, 好, 然后列宁革命成功以后第三年, 那塔特林这个建筑师就设计了这个第三国际塔, 那非常巨大的建筑, 他当时如果盖好的话, 是美国当时帝国大厦这个摩天楼的两倍, 可是没有办法完成, 为什么? 因为俄国当时没有这么多的钢铁来做这件作品, 所以他变成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纸上建筑, 就是有模型, 这个模型还常常展出, 在巴黎的庞毕都艺术中心常常展出, 他作为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对建筑的理想, 一个大的建筑体, 可是根本当时是没有完成, 所以这里面都说明, 俄国当时的整个艺术革命是非常乌托邦形式的, 是一种空想形式, 产生了非常伟大的前卫观念, 可是很多作品其实并没有完成。 他这个设计是为了要做整个共产主义, 国际共产的一个世界的中心, 一个联盟,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然后里面完全用几何的状况, 圆的尖角锥的或者方形去做整个建筑的这个空间, 现在看起来还是前卫的不得了, 我们想这个东西如果今天在台北盖起来都下一大条, 还是最前卫, 可各位想想看已经是世纪初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世纪末1999年, 我们还觉得这个东西是最现代的建筑, 这是为什么一般人认为, 其实艺术的现代化是跟梦想有关的, 因为梦想你才会去设计一个人类过去没有的东西, 所以一般人认为艺术的革命很重要一点是跟梦想有关, 就是说如果你老是在做过去人做过的东西, 你写诗还用唐朝人写诗的方法, 还用宋朝人画画的方法, 艺术永远不会进步, 所以艺术必须要有一个梦想说未来的艺术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欧洲都在谈21世纪将有什么样的建筑, 什么样的绘画, 什么样的诗歌跟电影, 所以大家都在想新的东西, 所以他不会保守, 不会停在原地踏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当时他有一种前瞻性, 所以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前卫作品出来, 好,当然看到这一部分我们会觉得俄国当时其实是一个穷困的国家, 革命刚刚成功,百费待举, 它物质上非常欠缺, 可在精神上是非常饱满的, 那我们讲精神饱满就是说一个人有梦想的时候, 一个社会有梦想的时候, 他有非常多精神上的喜悦跟快乐, 他会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 所以他会去做很多理想的蓝图, 去设计这些蓝图, 虽然我们今天发现这些蓝图很多其实并没有实现, 可是他的确带动了整个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前瞻性的这种设计观念, 因为我要讲的是说, 后来大概到1922、23左右, 史大林执政之后就开始压制这些艺术家, 就发现他们梦想太多了, 就开始把他们下放, 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开始逃亡, 而这些逃亡到国外的艺术家就变成了欧洲前卫主义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导师, 像各位知道的康定斯基, 像各位知道的夏卡尔, 全部康定斯基逃到了德国, 夏卡尔逃到了法国, 带动了整个的法国, 德国, 英国这些地方的前卫运动,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整个欧洲的20世纪初的现代运动, 是从俄国这样的革命开始的。 对于1914年和1920年, Russia是随着其他人的余俄, 而且,就像一个闭门的码研究, 发生了自己的论区, 对文化的业势业势与现代运动。 然后,从1921年到1921年, 当党军了他们的派遇到Russia, 后来的试图被破坏了年轻人, 很多西洋艺术家卫主义被创伴, 在什么他们看到的帽子, 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俄国的这种大胆的实验性 真正带动了西方艺术 所以这是一个被承认的一个事实 可是大概在70年代我们读书的时候 因为美国跟苏联当时还是在一个对立的状态 非常冷战的现象 所以几乎艺术史上大家都不谈这一段 所以这个影片因为它是制作在1989年以后 所以已经美苏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这一段是特别被了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珍惜 我们今天在谈这一段俄国的前卫运动的时候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段 因为过去都没有人谈这一段 所以他提到了Bowhouse 我们看到Bowhouse学院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老师 都来自于俄国 都是俄国被迫害的艺术家 跑到了这个Bowhouse学院当老师 所以Liszewski 康定斯基这些人 全部在Bowhouse学院 所以今天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系统 就是说真正欧洲的最前卫的这个艺术学校 里面真正是带动这个风潮的 几乎大部分都是俄国人 这个Bowhouse学院设计学院到现在大家都还常常谈 我记得Bowhouse的作品也曾经在台湾展出过在北美馆 那Bowhouse有两次 Bowhouse后来又受到一次政治的迫害就是希特勒 所以Bowhouse很多老师又移民迁居到美国 然后在芝加哥成立第二次的Bowhouse 所以第一次我们叫做威马的Bowhouse设计学院 第二次是芝加哥的Bowhouse学院 它在整个西方的现代艺术当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我们可以说今天全世界的城市文化都受到这个影响 台湾所有的设计科系都接受Bowhouse的设计设计的概念 那我们看到当时在这里任教的非常重要的画家 就是康定斯基发展出很纯粹的这个抽象主义的画出来 好 你看到他们怎么样设计灯 设计桌子 设计椅子 各位看到这个椅子现在到处都看得到对不对 当时是Bowhouse设计出来的 它完全颠覆了原来的人类传统椅子的概念 比如说传统椅子我们认为一定要四个脚 它现在变成一个钢管式绷布的 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这种椅子在台湾我们也常常看到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是Bowhouse学院提出来的一种新设计观念 所以他们把我们的生活整个改变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回到家里 各位的书房可能就是这样的灯 这样的桌子 这样的椅子 可是没有Bowhouse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讲说 其实一个现代的美术运动 它重要的是改换了我们的生活 而我们是不知不觉被改换 所以你可能说我不喜欢康定斯基的抽象画 可是你没有想到康定斯基在这里教书 带出学生做出的东西 根本是你家庭的一部分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各位现在坐的这把椅子都可能跟Bowhouse有关 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大家可能要从这个生活的角度去看 现代的美术运动 他在这里提到说 因为俄国后来他政治上的这个压迫 所以艺术家很多的乌托邦的理想没有实现 而这个乌托邦的理想 刚好借着逃出来的这些俄国艺术家 在Bowhouse学院教书结果实现 比如设计一个咖啡壶 那这个咖啡壶原来的这个形式怎么样被改换 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到现在为止 这都是非常现代的设计 你可能到一个非常讲究的人家里 他就会用这样的东西来倒咖啡给你喝 那这些作品全部是Bowhouse的产品 所以这一部艺术史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因为他对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力 其实是特别厉害的 各位可能回去看看你家里面 那个压力锅或者那些刀叉 全部是Bowhouse学院出来 你仔细去追踪一下 你会发现全部是从这个设计学派里面 产生出来的东西 你看这把椅子 我想在远期那边的某些进口的家具里面 常常看到这东西 卖得很贵很贵的 那事实上是Bowhouse 他们设计出来的一种钢管 加上那个皮的这种概念 所以各位立刻就会发现说 我们真的到了20世纪了 20世纪的家具生活这样被改换 可是我们不知道背后其实是有一个 俄国的革命带动的Bowhouse学院 这样的部分在执行这些事实 是Bowhouse in three days thus realizing the dream of many families who wanted clean, light, and economical housing 我们可能说Bowhous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 in architecture but if we are looking for that which expresses the highest ideal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it must be the Villa Savoy completed by Le Corbusier in 1930 this villa shows Le Corbusier's ideal in microcosmic form of a city raised on stilts 好 当然Bowhouse学院影响最大的是在建筑 因为我们刚刚讲家具 讲这些工业产品 都是建筑当中的一部分 可真正一栋房子 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设计 那这个在台湾建筑上 被翻译成科比义的 这个法国建筑师 Le Corbusier 他在法国的 Savoy 这个地方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别墅 产生了人类最早的现代建筑